中共國家統計局 週日公布2021年全國出生人口1062萬人 低於2020年的1202萬人 2021年中國的人口出生率 即是每1,000人生育人口的數量 由2020年的8.52下降至7.52 倉下身低突顯出中國人口結構面臨的挑戰 2021年新出生人口的數量 僅僅略高於死亡人口的數量 死亡人口數量是1,014萬 這是自60年前大約晉時代以來 中國死亡人口數量首次接近新出生人口的數量 以這樣的速度計算 中國的總人口將會很快開始下降 紐約時報說 這個是獨生子女政策 以及社會和經濟條件 越來越多的導致 中國女性推遲 或者完全放棄生育的結果 中國獨立人口學家 何阿福和《紐約時報》說 基本上 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 如果出生人數 和死亡人數的差距 只有幾十萬 基本上就屬於能增長的範圍 他警告說 這種趨勢無法逆轉 《紐約時報》說 中國的出生率連續第五年下跌 令到這個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 更接近它人口將開始縮減的潛在地震時刻 儘管政府從2016年開始放寬獨生子女政策 並在2021年實施三孩政策 地方政府 嘗試推出了一些措施 包括現金獎勵 和延長產假以促進生育 但是這些措施 似乎並沒有產生明顯效果 出生率仍在繼續下降 為了促使單身人群 報日婚姻 地方官員還組織雙親活動 但是最新的官方數據顯示 中國的結婚登記 在2021年前9個月又繼續下滑 藍多女小的性別比例失衡 也是導致結婚率不斷下降的原因之一 《紐約時報》說 新生人口急劇下降 加速了中國迫在微節的人口危機 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警告說 這個可能會影響到中國的經濟活力 甚至政治穩定性 思考克羅夫特戰略與安全中心 大西洋理事會亞洲安全倡議的 高級研究員德克斯特·蒂夫羅伯茨 近日在大西洋理事會上發表了一篇題為 中共能否拆射其人口定時炸彈的文章 他在文章裡引述了 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 並對這些數據和中共的應對措施進行了分析 羅伯茨表示 中共正面臨人口定時炸彈 並將會影響中國人民的購買力、生產力 和中國未來經濟的增長 他指出 這個定時炸彈甚至可能危及中國國內生產總值 GDP 超越美國的能力 美國華裔經濟學家謝田 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解釋說 勞動力減少 而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在增長 出生人口減少的話 意味著更多的老年人退休以後 就沒有足夠的年輕人來撫養 沒有年輕人來交養老金 所以養老金可能就會出問題 除非中共大幅度提高養老金保費 但是對於年輕人來說 他們已經非常緊張了 現在再多交保費 這個也很難推動 BBC之前曾換引疫富然的話說 因為人口問題 中國經濟規模 有可能根本無法超越美國 他還表示 和發達國家不一樣 目前中國經濟就好像一架飛機 仍然在空中 但是就突然勞動力不夠 就好像飛機突然沒有燃料 這個對中國經濟 甚至世界經濟 都會是一個災難